经过了数十天的乌尔战争 各国开始利用各种手段制裁俄罗斯 包含运输、军事、体育 以及剔除Swift等各方面的制裁 今天我们将会从经济面 来看看这次战争所造成的影响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V台湾 欢迎收看这集的投资金鼓追 我是Tiffany 每周五分钟为你介绍投资市场的大小事 投资市场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利空 而是不确定性 所以最近不论是股市、货币或是原物料 波动都真的是非常大 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最终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 也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3月初最严厉的制裁手段 就是将俄罗斯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外汇交易系统 这意味着俄罗斯银行无法再和其他国家进行转账交易 并会严重影响俄罗斯的进出口以及货币的稳定性 即便俄罗斯官方把银行利息调高到20% 仍然受到其他货币强力的挤兑 当货币失去它最基本的交易或是贸易功能的时候 那这个货币还具有原本的价值吗 简单来说就是大家怕卢布不值钱想换成其他货币 但是又被制裁不能换成其他国家货币的恶性循环 最近俄罗斯的外汇存底被大家疯狂提领 想赶快领出来花掉 毕竟今天领出来的100卢布还能买汉堡 明天可能就只能买蛋卷冰淇淋了 恐怖的是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卢布有如瀑布般暴跌了将近50% 目前俄罗斯为了防止外币外流 只要超过1万美元的东西都禁止出口 甚至有可能会限制人民的存款 为了避免外资抽离 目前俄罗斯的股市也是停止的 所以外国投资者的钱也都暂时被套在里面了 除了金融上的制裁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能源上的制裁 才会落实到哪种程度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 真正能让俄罗斯 顾忌的是能源方面的制裁 但是西方世界又高度的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根据Eurostat最新统计 欧盟国家2020年走进进口 约405亿立方公尺 其中从俄罗斯进口的占比达38.11% 是第二大供应国挪威的两倍多 毕竟俄罗斯的人口数只有1.5亿 也用不到这么大量的能源 所以这些天然资源都可以作为俄罗斯的进出口 并让俄罗斯成为天然气能源市场的主宰 我们也可以从俄罗斯的GDP组成结构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能源出口占了自身国家营收非常大的占比 根据俄罗斯央行统计 2021年俄罗斯出口总额达到4898亿美元 其中原油1102亿美元 石油产品687亿美元 管道天然气542亿美元 液化天然气76亿美元 所以像是壳牌 埃克森美孚这样的石油公司长期跟俄罗斯打交道 他们的利益都跟俄罗斯紧紧绑在一起 但是为了抵制俄罗斯 他们还是选择了卖掉持有俄罗斯公司的股份 这样商敌1000自损800的做法 到底最终影响了谁呢 受影响最明显的是欧盟国家 因为地缘关系 俄罗斯比其他能源输出国家有更好的运输成本优势 德国为了2050的绿能国家政策 原本总共有6个核电厂 去年关闭三个今年目标要再关闭三个 如果要做到非核家园 德国就要把核能的部分替换成相对便宜的俄罗斯天然气 所以才会有北溪二号的建成 以上我们看到卢布与俄罗斯股市崩跌 俄罗斯看似受到重击 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几波制裁下来卢布跳水 二股动荡 外资出走 看起来就像即将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一件事情 普丁自1999年接任总统后 就开始为了这场可能未来的硬仗打基础 透过能源出口累积极高的外汇存底 降低债务同时逐渐减少使用美元 一步步强化俄罗斯经济对西方制裁的抵抗力 被称之为俄罗斯堡垒 开战之前的俄罗斯的经济基本面与财政稳定 普丁最强的保险是高达6300亿美元的外汇加黄金存底 规模仅次 中国、日本、瑞士、印度排名全球第五 相当于俄罗斯17个月的进口 这让俄罗斯央行有充裕的资金 稳定卢布汇率 提供被制裁银行流动性 在普丁任期内 俄罗斯的GDP可是增长了7倍呢 之所以有这么亮眼的成绩 全凭俄罗斯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量 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 第三大石油出口国 过去一年多来 国际能源价格大涨 让俄罗斯收入大增 根据Bloomberg的估算 如果国际油价持续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 俄罗斯今年的能源收入预估会增加650亿美元 这样大幅度的营收增长 也让俄罗斯经济堡垒更加坚固 在过去几年间 美国及西方国家都极力压制加密货币的发展 但俄罗斯反而是尽量把卢布跟加密货币做挂钩 加密货币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相对于西方国家受欢迎许多 在分析机构Chain Analysis创建的全球采用指数中 乌克兰排名第四 而在俄罗斯政府的报告中估计 俄罗斯公民持有的加密货币钱包超过1200万个 总价值超过2兆卢布 我们都知道打仗的时候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的道理 所以俄罗斯也在过去这几年提高自给率 俄罗斯跟乌克兰其实是目前欧洲的粮仓 两国都是小麦跟玉米的输出国 俄罗斯出口的小麦在全球市场占20%是第一大国 乌克兰则是第五名也占10% 玉米的部分乌克兰是全球第四大出口国 出口是占率超过10% 有了外汇存递和粮食作业护盾 当然也有谈判的威胁筹码 让西方国家忌惮的是 虽然俄罗斯的能源收益对它来说非常重要 但对西方国家来说也同等重要 尤其是现在全球市场上能源的供不应求 价格高涨的局面下 禁止俄罗斯出口能源不但将导致通膨更恶化 冲击全球经济复苏 对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盟来说 后果可能比他们想象中的更严重 除此之外俄罗斯在经济上与欧美国家做切割 转而跟中国白俄罗斯印度等等做交易 所以普丁在宣战之前飞了一趟印度 跟印度确认了经济贸易合约 一直到现在 俄罗斯仍是印度最大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供应方 在冬奥期间 普丁也飞了一趟中国 确认经济贸易合约 而且又多签署了一份 为期30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几个国家目前都还没有明确加入制裁的行列 而且这几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跟经济体都不可小觑 毕竟中国跟印度都各有近14亿人口 中国的经济体可是仅次于美国的 所以它只要跟这几个国家维持好贸易关系 其实也足够支持国家的运作了 俄罗斯的主要出口是军工 航钛 天然资源 石油天然气 这些项目的涨幅基本上可以抵消掉它的货币下跌 再加上俄罗斯民族性的问题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特别能吃苦的族群 所以这些经济制裁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痛 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有可能成为背后的赢家呢 因为俄罗斯能源出口卡关 美国因此接受部分的市场份额 虽然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交易以欧元结算 但因为制裁的关系 所以欧元挑战美元的地位被拦呼 而谁才是隐形输家呢 其实可能是欧洲 欧洲将要面临的是能源的飙涨 粮食的飙涨 甚至还要接受乌克兰的难民潮 这个天文数字的通膨率我都不敢算了 欧洲有这样的储备去应对这些事情吗 但是战争局势是难以捉摸的 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经济制裁会不会再更严厉 能源的制裁会波及到哪些层面 我们都还要持续追踪 毕竟这场战争会影响到我们的投资的公司 如果是跨国企业 很多连锁店面也在俄罗斯 这对于公司的营收多少会有影响的 当然像是能源飙涨导致全球性的通膨 甚至出现局部性的金融风暴 或是债务危机 更是我们该注意的喔 以上就是这集的投资金股追内容 可能比之前沉重一点 不好意思啊 但是还是要记得按赞分享 并且不要忘记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精彩内容喔 我是Tiffany 我们下集见啦 拜拜